我們能夠完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2014年以2萬多票卸為差距 擊敗國民黨吳智陽 成為選戰最大黑馬 更是當時六都最年輕市長 你沒有起步 怎麼會走到終點 這個桃園成為雙北以外的首選 甚至超越雙北 那我覺得 我們的建設是落後太多了 考取地方建設和藍綠通吃 在十任總統參議員眼中 可是足智多謀 胖周瑜這外號不盡而走 2015年首次行政院會 時任高雄市長陳菊 台南市長賴清德 台中市長林佳龍和鄭文燦 並肩走路實在霸氣 鄭文燦一躍成為政治明星 仕途路上偶有受挫 也因為任內土地生意 搬出司法和魏清白 因為被指控協助八八會管主 嫌郭哲敏炒作巴德農地 甚至更改捷運路線 謀取圖利 即便當下澄清黑金問題 被點名與IMB主席曾國偉 關西匪切 還有2022年巴德國中雨秋場 因為地震造成天花板倒塌 調查後發現其實是豆腐加工程 甚至在現任前還被指控台大碩士論文 涉嫌抄襲 不過這種爭議鄭文燦都有驚無險 甚至在卸任後馬上找到新工作 一度被視作蔡英文的接班人 就是因為在2019年 蔡英文和賴清德在競爭總統黨內初選 鄭文燦雖然和賴清德戲出同門 但鄭文燦當時可是明確站隊 蔡英文 如今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後 沒把他列入內閣名單 反而給他無實權的海基會董事長 被解讀在這時就能看出端倪 先是被排除在內閣名單外頭 如今被收押進看守所 520前傳言種種 如今逐一驗證 似乎並非空穴來風 所以鄭文燦被收押 政治路恐怕走向盡頭 TVB新聞新聞 讓佩平台的唱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